Hello 大家好 李奧 今天來到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逢星期二、五都會有我的YouTube影片 逢星期一、四會有我的YouTube Live 星期三都會有我的李奧加密堂 務求星期一至五整個牛市都繼續陪著大家 近這個月都是 由8月10日開始 來到現在差不多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Bitcoin都不停上下上下地徘徊 都在一個區間大概58至64K左右不停徘徊 現在大概在59K 我相信有一群朋友都開始悲觀 或者非常之沉悶 但是沉悶的時候最好做些甚麼呢 我想提提大家 一些平時大家應該做的事 稍後會和大家說多一點 現在和大家說其他事 首先 Take Profit 說了 希望是一個最適合的時間和大家開 現在正在安排的 有好消息的話再和大家通知 不過另一件事或者另一種講座的形式 我認為都非常之需要 我見到其實很多買股票的朋友 隨著現在因為券商、交易所 或者很多ETF都開始大家可以接觸到 開始大家對加密貨幣這件事有興趣 又或者想知道是甚麼來的 但是沒有甚麼途徑 又或者現在一些傳統的投資人 未必太知道加密貨幣是甚麼來的 所以我希望日後可以和一些券商 或者其他機構 去合作一下和大家 講解一下一些基本概念 希望大家可以靜途地 和慢慢地認識這件事 認識後才決定投不投資 這樣就為之最好 有消息會再通知大家 現在去看看今天想和大家說的事 經常都說的 投資加密貨幣有幾樣東西是必備的 首先當然是錢 第二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需要一個冷錢包 這一邊就是見到 OneKey的冷錢包 這一個就是最新的 OneKey Pro最高階的冷錢包 這一個就入門少少 OneKey Classic OneKey為甚麼我會喜歡 以及為甚麼我會做了它的經銷商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在設計上和軟件上平衡得不錯 設計都頗為時尚 另外功能上非常之足 說真的冷錢包的功能來來去都是這樣的 最主要是 它的軟件那裏可以支援到多少條鏈 或者多少隻幣 或者容不容易用 稍後會和大家看多一點 另外一樣東西 Sipface對於大家的冷錢包 或者管理大家的加密貨幣 非常非常之重要 基本上那12個字或者18個字 就是大家的身家性命財產 所以怎樣管理好 都是一個項目 有見及似都推出了不同的產品 OneKey也推出了他們的KeyTag 可以幫助大家有效地管理大家的Sipface 另外都有OneKey Lite 一張NFC的卡 亦都可以幫大家保管好你的Sipface 有興趣的話 所有剛才的幾樣產品 都可以去Lilio.com那裏應購 好了好了今天除了提醒大家 要用Code Wallet 以及管理好大家的Sipface之外 在這個悶事裏面 我想跟大家說 大家玩了加密貨幣這麼久 是不是有很多Wallet 或者很多Hall Wallet 或者很多Adress 在手上 我自己近來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Wallet用久了 或者是開了另一個新的Wallet之後 舊的Wallet 經常都忘記了有些錢在裏面 突然發現原來這個Wallet裏面還有些錢 尤其是現在如果大家熟一點的話 現在有很多不同條鏈 就算同一個Adress 在很多不同條鏈 都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好像這裏失了些錢 那裏失了些Token 今天想跟大家說下一個網站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 很輕鬆地找回大家的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平時大家想檢查一個Adress 或者檢查一條Transaction 就會去到那條鏈的Scan的網站 例如 ETH的話就會去到EtherScan 平時我們怎樣做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們會放回Adress 或者Hash 即Transaction ID 在這裏Paste下去 你就會看到整個Adress裏面 究竟有多少錢 以及內裏的Transaction 我們嘗試搜尋這個Adress 這個Adress 就是我在網上隨便找回來的 不是本人的Adress 看到這個Adress裏面 現在有6.403的ETH 另外下面的Transaction 亦都會在這裏 但剛才提到的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用了很久的Botchain 或者在不同的Project 開了不同的Adress 有時候用了新Adress 舊Adress會忘記了 又或者很久才開一次 我都特別建議大家 剛才的Code Wallet 又好 又或者是你的Ship Face 都好 每家一段時間 記得拿回來 做一個軟件的Update Update 了之後 除了有些新功能之外 亦都很多時候 都會fix了一些軟件的問題 又或者甚至乎一些 Security 的問題 所以Update Firmware 我自己覺得非常之重要 好像OneKey的軟件 近來他們的App更新了 現在更加之清楚 大家可以在它的App裏面 看到你的鏈有多少 或者控制方面 你都會看到整個畫面 我們在說手機App 整個畫面大家可以一次過 看完所有鏈裏面 有甚麼資產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Swap 最重要的是 現在他們已經全面支持 MetaMask 即是說 平時大家在瀏覽器上 如果看到有Support Metamask的 一些網站的話 現在直接在OneKey App 按下就會直接連接到 不會像以前那樣麻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試試 不一定有他們的硬件 才可以試他們的App 大家平時可以當它是MetaMask 這樣用就可以了 我個人認為 MetaMask的安全度 是不及OneKey的 因為OneKey Wallet是Open Source的 所以我自己對他們 就比較有信心 好了 先看看這裏 剛才不是說的 如果你有一個 address的話 因為現在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Layer 2的鏈 例如有這個Polygon 有很多的BSC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鏈 有時候同一個 address 你會有很多不同的鏈 又或者擺了很多不同的資產 只是這些Ether Scan 只是這些BSC Scan 一個網站裡面 只是查到一條鏈 那就可能麻煩一點 但是這些網站 現在都開始貼心一點 可以看到這裏 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鏈上面 其實有不同的資產在 就可以一個網站裡面 一次過看完整個 address 不同鏈上面的一些資產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個網站 真真正正可以一個網站裡面 一次過檢查完 就是這個 叫做Block Scan 去到他們的網站 你就會看到 放回剛才的 address 進去 你就會看到 原來這個 address 在17條鏈上面 都會有資產 這裏見到 每一條鏈跟回它的大小 就在這裡排了給大家 即是平時大家玩了很多 Define不同的 project 又或者 用了這個 address 去買很多不同的 NFT 各樣的 token 可以在一個 address裡面 幫大家檢查完 我都建議大家 平時都是 regular 每一段時間 就把手上的 wallet 整理一下 不用的 wallet 就擺走 就不要再用了 主要用的那幾個 都一直檢查 又或者 把你的資產匯合 在一起 這個 Block Scan的網站 就可以很簡單 幫到大家 再說多一點 這裡都可以做一個 filter 這裡就會見到 這麼多條鏈的資產 但是上面我們都可以做回 只是看Base那條鏈裡面 有些什麼都可以按回 就可以看到裡面 原來有這三隻幣 都可以很方便地幫到大家 容易一點 知道究竟現在的資產有多少 以及怎樣去整理好 經常都說的 我們自己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 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資產的年代 所以大家花的 effort 又或者時間 應該會多一點 但是我相信這個絕對是一個進步來的 畢竟現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資產 不需要通過第三方 這個正正都是區塊鏈 又或者去中心化的好處來的 大家不要懶了 現在立刻上這個網站 或者拿你的co-wallet出來 去看看究竟現在的資產狀況是怎樣 如果沒有co-wallet 或者剛才那些工具的話 都可以考慮光顧小弟 去Lililio.com那裡 做一個訂購就可以了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能幫到大家喜歡的話 Share, Like, Comment 下條片再見 Bye Bye